来 老爷 您这又是一宿未眠哪 能睡得着吗 好院 今天早上派人查看了 那 那还在流血 那还在流血 冯夕说冬月通神 你现在马上到太师局 就说我身体不适 让那个新来的冬月 过来给我看病 来 月球 噓 削掉什么 怎么了 刚刚太使令让我去安侯府 说安侯身体抱恙 派我去诊治 这不笑话吗 我一个太史局的官员 哪怕治病啊 这里面肯定有气腔 所以我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稍作休息晚点再去 那你刚才躲什么呀 我去找三皇子帮忙啊 如果有人问你 你就说我生病了 记得吗 你记得 冯大人托我把这个给你 他 难得冯大人托我办事 我一定亲自送到您手上 不知何时才能看你穿女装 不如进去看看 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 就是一些平时用的东西 走了 你果然在装病 我 冯大人拆人递话说 让你去到安侯府一趟 对 冯大人是黄金国戚 安侯又绝位显赫 我这小小的太史局 哪个也得罪不起哟 一会儿送女状 一会儿逼我去安侯府 冯夕 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请问冬月大人能同神 且聪慧过人 我想已经看出其中多年了 本府出现异象 兵本侯不安 还望冬月大人为本府 休哉图困 侯爷 我想你误会了 我对驱吉毕凶之是病毒 什么声音啊 谁在喧哗 住下 启禀侯爷 这个婢女风言风语 昨日吓坏了夫人 所以在此地受刑 我没有风言风语 我说的都是事实的 这宅子里一家圈都是报应 还敢胡说八道 我没有胡说八道 拖下去处置 别耽误冬月大人办正事 是 且慢 侯爷 依我看来 若要屈凶 必先兮实宁人 不可妄动干戈 我看这婢女年纪尚小 亦是口无遮拦 还请侯爷不要过于责罚她 冬月大人 冬月大人既然开口 这是你的福气啊 别处置她 但是还请冬月大人 为本府消灾结棍 侯爷 此事凶险 我想仔细勘察一番 不知可否 请各位先撤出去 对了 我还需要一个帮手 不如 就让这个婢女先留下吧 一切听从冬月大人安排 只要能为本府消灾脱困 你留下 但不许乱说 明白吗 你叫什么名字啊 奴婢叫明珠 方才 多谢大人相救 我不过是动动嘴而已 你方才说 这宅子的异象都是暴眼 这是怎么一回事 大人 是因为我弟弟小死 就惨死在车里 那日我弟弟 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茶壶 安侯大怒 下令仗策 一直打到他断气 还把他埋在这片花铺里 从那之后 这花铺便有了异象 而我也夜夜梦到小四 求我鸣冤 大人 小四是我唯一的亲人 既然您是太史局的大人 明珠乔大人 给小四节约安婚 求求您了 略备茶食 冬月大人 有请 谢大人 大人 我仔细勘查了一番 推演因果定数 终于找到了破解的方法 侯爷和家人也都看到了 这一向异常凶险 所以化解起来 也多需要费些力气 的确凶险 可不可以 可能有些为难侯爷 毕竟侯爷也是千金之蛆 但是侯爷若不亲自上阵 恐怕这方法难以奏效 只要能屈胸 在所不息 我就直说了吧 需要侯爷脱去上衣 在院中抄写经文 直至异象消失为止 脱 脱去上衣 在院子里 这 这 这 能屈胸 嗯 冯夕可是引虎 您若二月出生 那可是千年难遇 一次的八字啊 实不相瞒 此方法 也未保万无一失 还有一个保险的法门 侯爷要找一个 属虎 润二月 身居要职的男人 陪侯爷一起脱衣抄文 定保万无一失 咱们这儿属虎 荣耳月谁啊 熟虎 侯爷 要身居要职之人 冯夕 冯大人 快去把冯夕叫来 是 好 这草木流血的菊 是不是也是你设的 我是在帮你 你得做出点成绩来 才能在太史局升职 你倒好 恩将仇报 那你就好好享受吧 老师 你要我裸身 是不是因为上次在汤池 没看够呢 侯爷 既然你们要开始祭祀 那我就先告退了 一点心意 我只是奉命来此 侯爷不必如此客气 一向之说难免以讹传讹 本侯不想把此事张扬出去 你收了我的钱 咱们就是自己人 侯爷要是有如此担心 那我就厚着脸皮 跟侯爷要一个人 刚刚的那个婢女明珠 侯爷把她赏赐给我如何 如此怜香惜玉啊 一个奴婢带走好了 多谢侯爷 多谢侯爷 今日之事我定守口入瓶 坐下吧 我帮你擦药 多谢侯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方会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这么轻易就被收服了 那岂不是很无趣 是伤口又疼了吗 已经不疼了 大人今日不仅救了我的命 还拯救了我以后的生活 这份恩情 我不知道今生要如何报答 大人心胸开阔 若是日后发现 明珠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人大量 原谅明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 我这个人不太聪明 又笨手笨脚的 怕日后得罪了大人 或是给大人添了麻烦 会许是我想多了吧 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担心 大家都看看啊 给安侯爷看病 还赏赐了病人 我以为呀是为美女 这副样貌放在房里 赌心哪 放在房里 他这副模样 我瞧是挺好的 赏心悦目 又不是安侯爷赏赐给你们的 若是羡慕 自己向安侯爷要人去 让开 让开 这 这真是一群好事之人 这 这 你别听他们说的 有件衣服很适合你 有件衣服很适合你 其实你天生就是一副美人胚子 只是不会打扮而已 这个送给你 大人真是体贴 你也把衣服换上吧 我带你去采买一些胭脂水粉 大人 府里来了客人 要如何安置啊 人就在这里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自己看着 那妹妹 就请随我来吧 这段时间 朕 听到宫外一些传闻 也不知道是捕风捉影 还是确有其事 说安侯在宅中 私设祭坛 大行祭祀 你是礼部侍郎 和他多有交往 可有听闻此事 陛下 安侯曾命令微臣 一同抄写经文 可臣却不知道 是为了祭祀之事 安侯乃是前朝降臣 归顺我朝之后 手里一直没有实权 心里难免会有怨言 看来此事 定有内情 冯夕 冯夕 朕命你彻查此事 是 陛下 不过 安侯是臣的上司 此事须交由大理寺经办 这样吧 朕会传手谕 让大理寺经 全力配合 谢陛下 下去吧 是 是 我觉得你是不是误会 冯大人了 我看冯大人挺喜欢明珠的 你想想啊 明珠吃了这么多苦 最后有冯大人疼他 这不挺好的吗 那我问你 冯夕他有家事吗 有是有 而且还是一段佳话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那么崇拜冯夕 他明明有家事 还要抢抢名女 没有正妻 只有一个陪伴多年的妾室 那岂不是更不对了 陪伴他那么多年 连个名分都不给人家 没有不给名分 我的意思是 男人家中有妾室 这不挺正常的事吗 何况明珠 也是愿意跟冯大人走的 你这么不情愿 是不是对明珠姑娘 动了心 想什么呢你 希望冯夕 可以对明珠好棒 不过以冯夕的为人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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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了 现在安侯的风波已经过了 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其实没有重大的活动啊 我们太史局还是挺清闲的 你不用担心 对了 你不是说我马上要举办 祭天大典吗 什么时候举办祭天大典啊 我要怎么样才能参加 祭天大典 你一下问了我三个问题 我应该回答哪一个呢 哪个是冬月 我这是 大理寺要提醒你 跟我走一趟 为什么要提醒我 少废话 带走 走 走 是 你们干吗 冬月 走 听说安侯府上那场祭祀 是你提议的 那么我问你 为什么要向安侯提议祭祀 这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阴谋 安侯府上天降异象 是因为他为人凶暴 多造杀灭所致 就在我去他府上的那一日 他还当着我的面 差点活活打死了一个婢女 天之所向 我岂能坐视不管 更何况是一条人命呢 大人 若你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即刻去安侯府查证 侯府的花谱之中 草木流血 亡魂无数 我说的是真是假 大人一查便知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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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月被大理寺抓走了 我知道之前冬月出言无装 得罪了大人 但是冬月是我在太史区 唯一的好朋友 我不能真真不管 求大人大量救救冬月吧 大理寺的手段虽然严苛了些 但若他没有触犯律法 也不至于诬陷于他 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自然会放 大人 你也知道大理寺言行逼供的手段 进去的人 不死也得扒僧皮 我怕冬月出不来啊 看在你的面子上 去一趟大理寺 倒也不是不可以 等等 随我登医 谢大人 我一定带他登门陪孙 帮我给冬月带句话 只要他肯低头 无论如何 我都会保他安然无恙 是 严谊大人 冯大人 这安侯祭祀之外 审理出什么结果了吗 冯大人 依据冬月的供词 前些日子 安侯府庭院突然出现了 草木流血的异象 人心惶惶 只因担心是上天的报应 安侯这才求助于冬月 在冬月的提议之下 举行了这场祭祀 为谨慎起见 我还是派人去了安侯府 查证冬月所说是否属实 以防万疑 你怎么知道 听说是有鱼尸体 是啊 是啊 不会吧 这怎么知道是 是啊 不会吧 还在 学习 这 还有东西 真是东西 这 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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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朕书 大汉三月 启元南安 暮街去尽 朝堂不宁 看来这侯府的后院 确实买了东西 但不是冬月所说的 尸体 冯大人 这暮街去尽 是什么意思 严大人不知道吗 这陛下的名讳中带林子 这安侯分明是有谋反 这下咱们可有热闹看啊 依我看 安侯府草木流血之事 恐有蹊跷 据冬月交代 安侯府庭院埋的 乃是奴婢的尸体 怎么就偏偏那么巧 就挖出了 安侯谋反的证据呢 这下咱们可要秉公办理 此事事关谋反 可是要杀头的 安侯谋反的罪证 证据确凿 咱们可要秉公办理 看冯夕的反应 她是必定不会轻易放过 我只能顺势而为了 那既然证据确凿 我这就派人 将安侯给抓起来 将他关入大牢 再严刑拷打 看看他背后 还有没有什么同党 关进大牢可以 但是不能一上来 就严刑拷打 如果严大人信得过冯某的话 就让冯某去探探口风 切勿打草惊蛇啊 那就有劳冯大人了 我不能在这坐以待毙 卢川既然说 只要我肯向冯夕低头 冯夕就答应救我离开监牢 倒不如我就暂时随了他的愿 离开这鬼地方 只有到了外面 我才有机会杀陆远头 不行不行不行 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如果低了头 万一安侯真的谋逆 我岂不是白白成了安侯的从犯 大人 我走 冬月大人曾以补出七月飞雪 闻名太史局 也曾警告过我靖大哥的意外身亡 不知道你这么能掐回算 是否算得出这次的牢狱之灾呢 我没有罪 我是不是冤枉的 看来你还不知道 大理寺的人已经在安侯府的花圃中 挖出了谋反的铁证 严大人已经去捉拿安侯了 顺便派我来劝劝你 劝我什么 承认谋反吗 那日我在街上跟你说过 不畏言之不欲 看来你没当回事 冯大人是要保我 你若是我的人 我自然保你 你若不是 那么死不从心 冯大人好手段 你向安侯透露 卢川写书之事 引起安侯不满 再向安侯暗示 我会驱邪避凶 逼迫我去安侯府驱凶 搞出这场祭祀 你也不错呀 抓住机会立马整过安侯 还把我拿来陪绑 万一安侯回过神来找你报仇 连我也跑不掉 安侯府驱凶之事 也是你散播出去的吧 冯夕 我现在甚至怀疑 我当初遇到明珠 是不是也是你刻意安排 你也不错 既然安侯已入狱 冯大人安排的任务已完成 你们就早日启程吧 凡行替我转告大人 多谢大人帮我交出了地点 这份恩情今生永远铭记 小叔救你们并无所图 如今你们把该做的 已经做了 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只是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冬月大人现在在哪儿 我听说他身陷囹羽 是真的吗 冬月大人他是好人 他和安侯不一样 请大人对他手下留情 你放心吧 小叔就是想给他个下马辉 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不过我答应你 改日我若是见到冬月 我会告诉他 你还惦念着他 不必了 使我对不住冬月大人在先 就让他忘了我这个人吧 你那么聪明 待在太史局真是取材了 要不然投靠我 只要你点头 我立马带你出去 卑鄙 不要让我等太久 再过半个时辰 怎么办 彦大人就要来提审了 小叔 这都好几天了 冬月就是不肯松口 我看他性格太拒 终究不能为小叔所用 留在身边也没什么用 不如杀了吧 杀 我就顺嘴一说 真傻呀 不光要杀 我还要亲自杀 你跟严大人说一声 把人从大理寺 给我调到里部来 我就知道小叔你不会不管的 赐左聪明 开门 是 你 别生着 跟我走 你 你要带我去哪儿 给你换牢房 要是不想死 就别那么多话 人不能带走 你 这个严大人明明答应我的 我带走冬月的时候 他又出来阻拦 这人怎么出尔反尔 能让严陆这个酷吏为命侍从的 只有左相 当年严陆只是一个边陲小关 到如今掌管大理寺 一直是左相从中提携 看来是 左相出手了 你那日被安侯责罚 你那日被安侯责罚 一直怀恨在心 所以故弄玄虚劝说安侯祭祀 为的就是让人发现 你事先买好的衬书 以此来诬陷安侯谋反 本案证据确凿 本官劝你还是早些认罪吧 还能少受些皮肉之苦 这就是事实 我是为了救人 才骗他开坛祭祀呢 其他的我一概不知情 胡说 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告诉你 本官最擅长的 就是对付像你这样嘴硬的人 唯唯仁正 侯府家的婢女 明珠 安侯虐杀嫁奴的事情 就是他长给我听的 仁正 你说的这个仁正 明珠已经失踪好多天了 你当然可以随便说 我看这个所谓的仁正 并不存在 冬月 你就别侥幸了 我告诉你 到了本官手里的犯人 还没有一个不招工的 我看你这副细皮嫩肉的身板 这何必 非要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呢 我没有为了报复 而诬陷安侯 更没有谋反 用行 用大行 是 大人 大人 你看 我没有骗人 大人 请手下留情 冬月大人他是好人 他确实救过奴婢 大胆婢女 到公堂之上 还不下跪酷呗 明女明珠 叩见大老爷 明珠 你快告诉严大人 侯府的画谱之下 到底藏了什么 严大人 安侯虐杀的奴才 就是明珠的弟弟小四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祭祀之说 冬月所言是否属实 明珠 你别怕 你把你知道的 都讲给严大人听 那日冬月大人到访安侯府 正好遇见我被管家责罚 大人为我求情救了我 我很感激冬月大人的救命之恩 但是 但是 奴婢在弟弟小四 如今活得很好 我让你发生了 我来不忍不过 我来说 我来不访安侯府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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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